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求现期完成抖音转让 纳瓦罗建议微软剥离在中国的业务 大批中共官媒驻美国记者签证即将到期 延期申请可能被拒 武汉肺炎疫情仍在持续 又出现新的传染病毒 多人死亡 内地检测人员在香港检测病毒 信息不透明 受质疑 美国华人呼吁中国军人不要为中共陪葬 1月过后请听详细内容 首先来关注热点消息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明确表示 如果抖音在美国的业务不能够在9月15号以前完成转让 由微软或者是其他美国公司接手 那么就会在美国被禁止 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建议微软等买家剥离他们在中国的业务 微软也表示 争取在9月15号前完成交易谈判 谈判还涉及抖音在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业务 不过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周一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 如果微软公司要购买抖音的话呢 他建议微软剥离他在中国的业务 否则 微软在中国的业务可能会受到影响 纳瓦罗认为 在中国有业务的任何潜在购买抖音的买家都存在这个问题 纳瓦罗以微软的搜索引擎 避应和社交媒体Skype平台为例说 他们有效地促进了发生在中国的审查和监控 抖音在美国的业务 是变更所有者继续存在呢 还是被禁止 目前已经进入倒计时的阶段 有学者认为 抖音海外版已经成为中共在美国和世界渗透的帮凶 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林宗南昨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中共政权一直以来善于利用它的经济实力来推销它的政治主张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抖音实际上已经是中共在世界渗透的帮凶 对外扩张的工具 他认为这一次抖音在美国的部分被要求必须出售 绝不是像某些媒体所声称的 是地缘政治决立下无辜的受害者 林宗南还表示 美国是在这一两年才认清中共对自由民主社会可能带来的威胁 而这种新形态的威胁呢 是无法依照美国现行的法律架构来处置的 因为虽然抖音声称它的海外版和中国业务是分开的 而且一亿美国用户的个人资料都储存在美国本土的伺服器上 但是抖音海外版仍可以将海外用户的信息转移给位于中国北京的母公司字节跳动 因为它作为一家中国公司 必须服从中共的法令 配合中共政权审查内容或者是索取用户个人信息的要求 林宗南认为 同样的道理 抖音之后 来自中国的微博和微信等协助中共渗透的科技平台 都可能是美国政府的下一个目标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大批的中共官媒驻美国的记者 延期申请签证可能被拒的这个消息 中共官方媒体驻美国的大约40名记者的签证即将在6日到期 虽然之前已经提交了签证延期的申请 但是到昨天为止仍然没有接到申请批准的通知 评论认为 中共派到美国的记者很多都具有间谍的身份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昨天的记者会上承认 今年5月8日 美方将中国驻美记者签证的停留期限大幅的缩短到90天以内 也就是说 每三个月就要重新的申请延期 中方的有关记者至今尚无一人获得美方明确的回复 国内资深媒体人吴先生周二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中共官媒的外派记者很多是拥有国安或者是军事情报系统的双重身份 苏州中学的前教师潘露也表示 美国的记者绝大多数都是自由媒体的记者 不受美国政府的控制 而中国在美国的记者往往都带着特殊的使命 在美国从事和记者身份不相符的工作属于大外宣 甚至不排除是具有经济或者军事间谍身份的人 另外也有不少记者更向往美国的生活 那么身在中共官媒记者的郑女士几年前 专门赴美国生子让孩子取得了美国国籍 他说国内很多媒体人一直向往美国的生活 国内的法律人士吴有水说 中国的权贵阶层都把老婆孩子和财产安置在美国 都想在美国生活 不但是驻美记者 其他到了美国的中国人呢 包括共产党员 如果必须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的话 相信很多人都立即用脚投票选择留在美国 自由亚洲的记者披露 看似反美最激烈的《环球时报》和中共央视 他们的很多记者也都选择到美国生孩子 仅仅在央视的新闻评论部 至少就有四名记者公开承认自己的孩子是美国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号表示 最近中共和伊朗之间的4000亿美元 为期25年的贸易协议 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 美国将对中国共产党和他的国有企业 以及其他企业实施同样的制裁 那么蓬佩奥当天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 美国将确保执行美方对伊朗的所有制裁的规定 这是蓬佩奥第一次 针对伊朗和中共之间的贸易协议发表评论 蓬佩奥还提到 美国上周五对伊朗实施了新的制裁措施 其中包括扩大对伊朗金属行业的制裁 他同时介绍说 美国将对10月到期的 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和协议进行全面修订 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是伊朗在2015年7月14号 与美国、俄罗斯、中共、欧盟以及英国等国签署的 要求对伊朗进行长达5年的武器禁运计划 将在今年的10月份到期 蓬佩奥表示 接下来几天 美国将向联合国提出一项安全理事会决议 以维持对伊朗的武器禁运 他说 他希望全世界都可以理解 如果允许伊朗买卖武器的话 将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在新冠肺炎疫情继续肆虐之际 国内的多个省份日前又出现了新布尼亚病毒疫情 目前已经有60多人确诊 7人死亡 综合国内媒体报道 江苏省南京市一名65岁的女茶农持续发烧 体温一度高达40度 就医后又出现了咳痰、血消板减少的症状 经江苏省人民医院确诊 感染了皮虫携带的新布尼亚病毒 新布尼亚病毒又称为发热半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病毒 通常经由皮虫传染给人类 报道说 仅上半年 江苏省人民医院就已经接诊了37位新布尼亚病毒患者 浙江省今年也出现了感染患者 其中两人死亡 安徽省金寨县当局上个月9日表示 今年4月份以来 已经有23人感染了这种病毒 其中5人死亡 江苏省人民医院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金科表示 4月到10月是皮虫最为活跃的时期 皮虫是多在丘陵地带、森林、灌木丛、草原、山地等环境中生存 这种病毒会通过血液和体液等途径传播 被皮虫叮咬是新布尼亚病毒传播的最主要的途径 好 我们再来关注一名温州女子被风从11楼吹落地面身亡的消息 在4日凌晨 黑格比台风在浙江温州沿海登陆 中心的风力达到了13级 风速高达每秒38米 据南方日报等多家的大陆媒体报道 4日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出现了超级大风 渔会社区的一名60多岁的女住户 因为试图去关窗户 被强台风从11楼吹落坠楼 送以抢救无效后身亡 网传的视频显示 4日当地是狂风呼啸 大雨倾盆 其中台州玉环市区 有大批的树木被连根拔起 堵塞了公路 玉环的渔会小区 有住户的落地窗户被吹走 还有住户放在阳台的洗衣机 也被吹到了楼下 当地的街道积水严重 不少汽车被泡在水中 人们是在汤水行走 在当天 浙江省气象台也发布了强台风 引发山洪灾害的红色预警 台风黑格比昨天登陆了浙江 造成浙江沿海多地淹水 交通瘫痪和大面积停电 整个浙江省早前大约有40万人紧急撤离 请听详细报道 星期二凌晨 浙江沿海突然狂风奏起 大雨倾盆 随着黑格比台风登陆温州月清市 室内多条道路很快涨起了积水 从当地拍摄的视频显示 到了清晨 很多汽车都泡在水中 一些地方水深超过了成人的大腿 有民众看着眼前在水上漂流的车辆和垃圾桶 担心地问说怎么办 网络视频还显示 黄蜂卷着暴雨 把一些路数吹得连根拔起 广告牌脱落倒在地上 各种杂物在暴风雨中翻飞 扎在路旁的车辆上 受到黑格比台风影响较重的温州和台州市 许多道路暂时封闭无法通行 上摆趟列车临时取消 除了交通之外 疑似因为电力设施受损 温岭市将近有14万用户临时停电 星期二 黑格比给温州和台州部分地区 带来超过200毫米一天的大到特大暴雨 和最大15级以上的阵风 其中温州月清市更测到最强每秒52米的16级阵风 据国内媒体报道 受强降雨的影响 浙江省温州和台州多个县市 星期二早上发布地质灾害和山洪红色预警 前一天晚间10点前 全省累计有38万1000多人紧急撤离 黑格比目前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 朝北方前进 这周三将继续影响上海 江苏和山东部分地区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郭亮 小玉报道 中共海军的一艘军舰日前在南海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罕见的出现了党媒高调的批评 军演浪费的异常现象 根据中共官媒中国新闻网4号的报道 南部战区海军落马湖舰 在南海的某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炮手摧毁了目标之后 按照惯例执行轻塘射击 把剩下的五发炮弹全部打出去 然而这一次 洛马湖舰却意外地受到上级严厉地批评说 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大纪元的评论认为 中共党媒这一次罕见地 把军演造成的巨大浪费的现象报道出来 显示出中共现在经济确实紧张了 即使是军费开支也要缩减 还有分析认为说 党媒批海军军演浪费 很可能是反对习近平的势力在借题发挥 暗批习近平穷兵独物浪费资金 挑衅习的军权 同时也显示出党内的各派系正在加紧布局 为即将到来的北戴河会议筹集谈判的筹码 目前中共是内外交困 不仅在国际上遭到西方国家的清算 国内的政治经济也危机四伏 党内反习势力和中共元老频频地放出风声 要习近平为现在的局势负责 好 休息一下 一月过后再回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欢迎回来 我们再来看香港的消息 香港中共病毒的疫情持续升温 目前中共派出的核酸检测支援队 已经在3号正式开工 不过对于检测人员的资格 检测方式以及在哪里检验 港府都没有清楚的交代引发外界的质疑 好 一起来听详细的报道 香港在3号共新增了80例确诊 全部都是本土病例 其中的24例找不到感染源 因此有社区大规模爆发的风险 而日前 港府还将一名非确诊病患 误送到涉于亚伯馆的方舱医院 引发民众抗议 对于中共派来香港的核酸检测支援队 专家和公民团体都发出不信任的声音 香港医学会会长蔡坚指出 中共派出的核酸检测支援队 工作内容、工作地点、检测方法、可增加的检测量等 政府都没有交代 更不清楚他们是否有在港进行化验工作的资格 因此呼吁港府应向医护人员公开支援队的资讯 此外 香港公民党立法会议员 要申请不知道 有没有批核不知道 可都是中共指使人证略格 要请求中共放这些人过来的 国家齐更批评 第三波疫情是因为港府 对部分跨境人员提供豁免检疫而爆发的 并不是检测数量不足 因此派遣中共检测人员到香港 对于现在疫情的漏洞毫无帮助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王珍 特约记者曾义豪 叶云如报道 中共强行实施港版国安法引发国际谴责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日再发推文表示 不会允许北京向世界输出威权的统治模式 7月31日 中共官媒报道 香港当局向罗冠聪 陈家居 刘康 郑文杰 朱牧民以及黄太阳等6名流亡海外的 香港民主活动人士 以违反国安法的罪名发出通缉令 其中的朱牧民是美国公民 对此 蓬佩奥在推特上表示 中共正在将香港的国家安全法 适用于世界各地的人民 这是破坏人权和基本自由的重大企图 中共炮制的所谓港版国安法第38条 把国安法制外法权延伸到了世界每一个人 只要共产党认定违法的就可以入罪 这对全球都具有威胁性 上周日 蓬佩奥也提到 中共把港版国安法扩展到海外执法的企图 他说 这是一个新的并不断扩大的威胁范围 川普政府把这种情况视为 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行事方向 澳大利亚国防部前副部长蒂布 4日在澳洲人报发表文章说 澳洲作为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的签署国 一旦美国出手协助台湾抵御中共的武力进攻 那么澳洲也有义务出兵相助 现在是澳洲国立大学荣誉教授的迪布 在这篇标题叫做 《台湾攸关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同盟存废》的文章中指出 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的涵盖范围是太平洋地区 而中共武力入侵台湾等于是侵犯了这个区域 如果美国出兵保护台湾 澳洲届时如果拒绝出力 将会被美方视为对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的背叛 蒂布表示 挺身捍卫台湾这样的成功的民主国家 也符合澳洲的利益 中共驻新西兰基督城的领事馆 长期购买报纸的广告版面 来进行政治宣传和传播不实内容 引发了社会的关注 日前有专家呼吁新西兰政府 应该密切监察中共在当地的政治宣传 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3号刊登了一篇题为 批评人士抨击中共在新西兰 指入政策性广告的报道 指出 中共驻基督城的总领事馆 在过去的两年半时间里 持续地在当地畅销的基督城星报上 购买大篇幅的广告版面 定期刊登有关中共政策的宣传和不实的文章 比如去年的12月12日刊登的一篇文章 把中共镇压新疆少数民族的行动称为所谓的反恐 而在今年6月18日刊登的另一篇文章 则把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 称作是在确保香港的所谓长期繁荣 对此基督城坎特伯雷大学的法学院院长齐尔表示 制入性文章必须要清楚表明 哪些内容是意见表达 哪些是事实陈述 而且事实陈述也必须要经得起验证 因此那些文章有可能已经违反了 制入性文章相关的规定 此外 中共问题专家兰特尼也呼吁新西兰政府 要密切关注这类来自于中国的讯息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国际新闻 8月1号是中共的建军日 洛杉矶的华人组成的示威团体 当天在中领馆前举行了抗议活动 那希望中国的军人不要为中共陪葬 听听报道 洛杉矶部分民运人士 8月1号也来到洛杉矶中领馆前示威抗议 民运人士瞿成松表示 中共的军队信党是为了保护他的专制政权而设立的 他说 民运人士郑存柱说 今天我们来的主要的议题就是抗议 要求共产党滚出军队 军队是真正的属于人民的 前海军司令部中校参谋姚诚指出 中共封锁消息让包括军人在内的民众看不到真相 他想告诉他的战友 现在形势危险 不要给中共卖命了 他说 民运人士黄锡锐表示 中共管制的军队非常腐败 一切都要用钱来衡量 他说 曾经上学的时候 我的同桌 他很想入伍 但是中共是怎样让普通老百姓入伍的呢 他花了30万 花了30万人民币 所以中共的军队是一个怎样的军队 它是一个腐败的军队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特约记者杨洋采访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 国土安全部和国防部 星期一发布联合警报 指出中共黑客近期经常使用一种名叫太门的恶意软件变种 进行网络入侵 这三家美国联邦机构的网络安全部门 在发布的联合警报中 提供了这种变种软件的韩式库档案 并呼吁电脑系统商进行防御 以免遭到中共黑客的攻击 太门恶意软件在过去的12年来 一直被中共政府用来入侵外国企业和政府的电脑 多家网络安全公司表示说 中共黑客的攻击目标 包括核电、航空、工程、国防工业基地 以及科技等领域的机构 尽管太门的使用率下降了 但是它的变种软件近期又卷土重来 不过无论是原版还是变种后的太门 它们的运作机制都是隐藏在钓鱼邮件 或者是其他伪装的档案中 等用户无意中打开的时候 它们就会开始自动地偷取电脑中的文件 传送到远端的服务器 好 我们再来关注 印度政府已经要求下架微博和百度搜索了 根据印度时报4号的报道 印度政府为了落实7月底所颁布的禁令 已经要求国内的谷歌和苹果应用商店 下架百度搜索和新浪微博 此外 印度的互联网服务商 也收到了禁用这两款软件的指令 报道表示 印度政府7月27号开始禁用47款中国应用程序 当时详细的名单并没有全面地公开 不过目前这些产品的禁令已经在落实了 而百度搜索和微博都是被列在这个禁用清单中的产品 一名印度官员表示 印度政府正在考虑要下架更多的中国应用软件 禁止他们进入印度的市场 自从中印边界6月中旬爆发流血冲突之后 印度政府就禁用了59款来自中国的应用程序 包括抖音国际版 微信和QQ等 此外 印度政府还将275个中国应用程序 列入了审查的黑名单 其中就包括阿里巴巴的购物平台 以及字节跳动旗下的其他软件等 同时 印度政府正尝试制定法律或规则 以便对印度市场的应用程序进行持续的审查 好 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朝核消息 联合国3号的最新报告指出 朝鲜可能已经发展出能够把核弹头装设在弹道导弹的技术 联合国独立监控专家小组 星期一提交报告给朝鲜制裁小组 这个由15个会员国所组成的小组中 有多个国家都相信 朝鲜经过过去的6次核武的测试 已经帮助他们研发出了微型核能装置 可以搭载弹道导弹 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曾经三度回面 替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带来希望 朝鲜之前甚至公开地爆破了风吸礼盒试验场以展现成意 但如今 美国 韩国以及朝鲜之间的关系恶化 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再度陷入了僵局 最后来关注韩国这个暴雨的消息 韩国连日的暴雨 引发首尔地区的洪水灾难 多处的主要干道和桥梁都被淹没 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3人丧生 13人失踪 超过1000人流离失所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 连日的暴雨造成了超过5700公顷的农田被淹没 累计1025人受灾 预计受灾的人数还会持续增加 韩国总统文在寅呼吁中央以及地方政府 要尽全力避免更多人命的损失 4日还召开了紧急会议 目前全国已经有2万多名公务员 警察 消防员以及义工投入到救灾工作 一共救出了1400多名受困的民众 气象厅预测 受到今年第4号台风黑格比的影响 韩国中部地区将持续地出现暴雨 因此提醒民众要格外注意各项设施的管制情形 和注意外出的安全 好 听众朋友 在这次新闻结束之前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 川普要求现期完成抖音转让 纳瓦罗建议微软剥离在中国的业务 大批中共官媒驻美国记者签证即将到期 延期申请可能被拒 武汉肺炎疫情仍然在持续 又出现新传染病毒 多人死亡 内地检测人员在香港检测病毒 信息不透明受质疑 美国华人呼吁中国军人不要为中共陪葬 感谢您收听这次节目 我是颂杨 我是江南 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